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海外媒体热报的一个话题 纽约时报本星期报道 曾经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人开设多家公司的中国女富商段伟红被当局拘留 目前还不清楚段伟红出事是因为和温家宝家族的关系 还是因为涉及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腐败调查 那么段伟红案的最大看点是什么 温家宝是否可能成为习近平反腐的下一个目标 我们今天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个话题 他们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欢迎两位 好 首先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 你觉得这个案子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海外的报道当然有两个指向的目标 一个是温家宝 一个是孙政才 我觉得可能跟这两个人都有关系 温家也有贪腐方面的这种嫌疑 当然孙政才也被公开报道 有这方面的事情 至于段远红本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拘 或者是不是真被拘了 现在还都是未知数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看点是海外媒体都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纽约时报自薄熙来事件以来一直在盯着温家宝的这件事 这个薄熙来事件当时爆发的时候 这个因为温家宝在这个人大的会议上公开这个批评重庆方面 这个唱红打黑 文革回归 这样的话题惹怒了整个这个博家的这个势力 在背后鼓动这个这个 给这个纽约时报递材料 这是这个傅财德第一次爆出这个薄熙来事件的一个背景 那么到今天是不是还是这个背后势力在鼓动这件事 我不清楚 但是我很这个 有一点搞不清楚纽约时报在做什么 他们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参与整个中国的内斗 而且这个信息来源是非常不明确的 当年我就批评他们说 温家宝毕竟还是一个去这个揭露重庆的唱红打黑 批薄熙来 而且主张政治改革的人 他在整个这个贪腐集团当中 可能只是一个软柿子 一个好捏的人 为什么不去批陈云家族李鹏家族 揭露他们以纽约时报的这种这个调查能力 所以这一次纽约时报报出这件至今不能证实的东西 我觉得也仍然是一个炒热点而已 我对纽约时报的这样的作为 真的是有些遗憾 好 听听陈伯红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里有三个名字 段伟红 孙政才 温家宝 这三个名字有交集 因为孙政才是温家宝一手提拔 并且一手扶持上升迁的政治明星 而段伟红跟孙政才和温家宝两个家族在生意上都有来往 那么这件事情的看点就对温家宝的名字更响亮 因为他做过十年总理 是正国级的领导人 所以纽约时报锁定温家宝的名字 那就更有看点 更有新闻看点 但事实上我认为这件事在经济上 要说这个反腐来牵涉温家宝的可能性比较低 因为孙政才已经落马 必然要拿腐败之罪 拿腐败之罪一定要找他身边的商人下手 就跟当年的薄熙来周永康一样 那么段伟红被拿出来是为了解决孙政才 在经济上制服他 但是如果能不能涉及到温家宝 可能性比较低 毕竟温家宝是正国级领导人 目前只是副国级领导人被涉及 另外温家宝在当时跟薄熙来这个斗争中 支持了习近平 对习近平有恩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性会涉及郑家宝 就是孙政才不是因为腐败 而是因为密盟政变而落马 如果说他的背后得到了温家宝的默许 或者背书的话 那这个矛头有可能指向温家宝 但这种可能性目前还看不出来 我同意破空后面的这个分析 对 我们知道在纽约时报 在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 用了这个逼近温家宝的这个说法 而且里面又重新交代了温家宝家族 和这个段伟红的很多的这个商业的关系 那么涉及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财富 那么大家当然最关心这个事情 就是说温家宝会不会成为习近平下一个目标 那么很大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温家宝对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威胁 我想听听李伟东先生您的分析 谈不上威胁 刚才破空已经说到 他们在这个跟薄熙来的这场争斗当中 彼此是有这个友情或者战友关系的 这个因为这样一层关系 习近平不可能在没有 比方说刚才跟孙政才有某种背后政变的支撑关系的话 拿温家宝开刀 而且经济上这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坐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纽约时报的调查功力的这个方面也是远远不足的 他们在参与整个中国内斗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陷得太深了 这个背后其实就是薄熙来的那一股老势力 跟毛粉有关的势力在搅动这个局 好的听听陈伯宫先生 您是不是赞成李伟东先生这个看法 就是纽约时报有关温家宝家族的这些曝光 都是因为薄势力背后的这个操纵 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当然一半的我赞成伟东的说法 就是说当时纽约时报接到的爆料 显然来自于周永康薄熙来的一边 因为当时在2012年 中共党的斗争非常激烈 胡温跟习站在一起跟这个薄熙来斗 那么周永康和这个相关的一些 跟江派有关的人马呢 是站在另一边 那么不排除当时周永康 向纽约时报递交了温家宝的材料 那么温家宝家族是否涉及贪腐呢 我想应该是涉及贪腐 因为这个段伟宏呢 当时就承认 承认他帮这个温家宝家族 他说成是温家宝的家族的亲戚 帮他带子骨 事实上事情说反了 他是帮温家宝家族带子骨 从这个北京的机场 北京机场在顺义县 顺义县就是那个孙政才开始主政的 他从那个奥运会的地皮入手 成为这个富商 成为富商之后呢 这个跟温家宝家族在平安公司 这个股份交易上 有这个交集 这个是有名有姓 而且段伟宏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只不过他的承认呢 反而是弄巧成拙 所以在经济上来说 温家宝家族有问题 但是我说中共的反腐 中共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 不是真反腐 他主要是为了权力斗争 为了权力斗争 所以如果说这个是 仅仅是反腐 绝对不会涉及温家宝 所以说是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政治动力 当然还有一种小的可能性就是 如果说习近平这边 要回头路 走走的文革复壁这条路 那么是不是对改革派 人物要进行清算 比如说温家宝 有个改革派的这么一个 大约的这么一个名声 是不是对改革派进行清算 那么从这个迹象来看 也是一个方向 但是我说了可能性比较小 好的 有关温家宝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 李伟东先生 参加这个部分的讨论